自选超市也搞自助餐 这一盘四五百块 老板不是学亏 在厦门SM旁边 鱼青鲜鱼店 它是一个自选超市 也搞了一个自助 只有中午有 坐这边 这边有了吗 没有 这边是点菜还自己拿 菜的应该都是自助的 各种鱼 这一面还有主食火锅跟小菜 超市的商品是不包括的 然后这边的刺身 是自己取的 南棋大南 海胆还有生蚝是不包括的 其他都可以自己拿 看看这三文鱼 如果零卖的话多贵 这一点点76 南棋鱼腹也可以 132这么一点点 这几只卖36 看看这不包括的有多贵 这一点点234 这边还有些小菜 那些小菜拿一点呗 我去拿给厨师切 碟桩的小菜也是自取的 你好 帮我切一下 这边再点几个 果真是卖鱼的呀 各种鱼 刺身都切好了 这么大一盘 这一盘四五百块 老板不是学亏 认真看的话 这些鱼身的质量 还是蛮不错的 比大多的日料制度要好 这个是我点的一份 鱼身盖饭 各种鱼身 中间还有一个蛋 128 南棋的鱼腩 好嫩 这应该是一块中腹 油脂还是很多的 好嫩 尝尝这个三文鱼 感觉嫩出水呀 好吃 没毛病啊 质量很好 切得又大又厚 其实你可以包着这个 紫苏叶吃 有没有吃过 没有 包括这个萝卜丝 其实都是可以一起吃的 南棋刺身 南棋刺身 刺身相对起 那个鱼腹会稍微粗糙一点 这什么部位 这个鱼腩 真鲦 这个是鲦鱼里面最好的一种 好脆好甜哦 但是它的腥味也会明显一点 不喜欢鱼腥味的人可能就吃不惯 哇 这个天虾也很漂亮 去好的壳 肉白白的有点像母男虾 好甜好糯 真好吃 这薄薄的是太刀鱼 它的肉看上去跟熟的一样 其实也是鱼生 感觉有点像猪肉的口感 这个鱼生饭要怎么吃 要给它拌一下吧 加点酱油进去 我还没吃过这样的饭 这个酸菜吗 全是生鱼片 鱼冷的就算了 连饭也是冷的 炸河豚 这个怎样吃你先尝一下 河豚啊 对 我等会儿再吃 等会儿你没事我再吃 安全吗 安全 那我也尝一下 它这个肉挺挤的 嗯 我现在河豚肉没有那么厚啊 像鱼鱼的口感 啊 说实话我这么爱吃四身 这个饭我都不认吃的 怪 太冷了 嗯 是挺咸的 这其实就是下韭菜 还挺腥的哦 它口感不错 一直一直 火烧鰂鱼一整条 这是老虎点的甜虾饭 跟我刚才那个饭 异曲同工 一百三十多 我这么感觉这个饭是这样 有点轻 轻 压屁股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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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浪鱼 烤青鱼 黄鱼鱼也干 巴浪鱼虽然便宜 但是很好吃 我很喜欢吃巴浪鱼 我有时候跑到菜市场 就买了六块钱一斤 买回去清蒸一下 或者盐焗一下 可香了 这个应该是野生的巴浪鱼 巴浪鱼野生的只要六块钱一斤 养殖的要八十块一斤 我觉得野生的更好吃 它的鱼香味更重 但是养殖的更肥 油脂更多 这边的鱼都是烤的干干的 蛮香的 黄鱼一夜干 就是风干一晚上的黄鱼嘛 就是黄花鱼嘛 鱼肉比较嫩 这种做法的黄鱼 它会有一点点鱼干的香味 又有鲜鱼的味道 我觉得挺好吃的 这条是烤青鱼 其实料里面有两个王炸 在料店里面很少 一个是乌鱼籽 还有一个是那个鱼鱼白籽 最好吃 下次哪天我自己做给你吃啊 这个鱼的油脂也是挺多的 鱼油就是淡淡的鱼香 又来了一份瘦洗锅 这牛肉像是198的样子 这牛肉煮出来就一点点 哇 其实真好吃 这家店叫做鱼青 在SM27旁边 只有午餐有限是两个小时 298以为 刺身确实挺好吃的 吃量很高 菜品的种类不是很多 主要就是各种各样的鱼 主食也是有的 喜欢吃刺身跟鱼的朋友 值得来尝尝 拜拜 拜拜 拜拜